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雄日前传出每瓶加价3万元财交屋的预售屋纠纷案 据调查建商挖坑让消费者主动退户的奥博 常见争议还有建商以疫情缺工为由要求修改合约书完工日期 以规避赔偿违约金 购屋客如果不配合可以解约 消保官就适宜 疫情非不可抗力情势 业者不能以此片面要求变更完工日期及提出解约 否则可依违反消保法连续开发 房地产近年面临疫情缺工料涨等多项不确定因素 挑战业者管理应变能力 有些业者顺利解围 有些业者甘愿认赔 但也有少数业者选择出奥博 把风险以不合理的方式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类似案例在竹北高雄屡见不鲜 且出招的不罚上市柜的公司或是知名的建商 过去也有民众向媒体投诉 建商建房价飙涨翻会不卖了 使出各种建招 逼已购客违约或是解约 那奥博有包括 即便二等轻也不给换约 银行还没对保真信 就说买主财力不足要多付头期款 要求买方改合约完工日期或是其他条文 一定得向建商配合的银行申办房贷 先拨款才给厌屋 以糟糕的施工品质交屋引起纠纷 等万般不合理的情况 如果消费者有异议 业主就会附上一句 没关系 我们也可以协助解约退户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部分的民众也只能选择就范 那来上述的情况 其中又已更改合约完工日期的状况最多 交集会的房屋委员会 还有律师就有解释 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规定 建商应与完工取得始造之日期 6个月内 通知买方办理交屋 建商如果预期 依规定按买房以交交的价款 依预期天数 每日万分之五算利息给买方 在疫情缺工 此工程延宕情况下 建商只好找消费者修改合约 延长交屋时间 以免去纳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至于建商是如何说服客户的呢 消防官就表示 定型化契约记载事项 规定 因天灾地变等不可抗力之事由 制卖方不能施工者 取得始造完工 时间得以顺延 再加上去年公共工程委员会 低于疫情考量 韩市给各县市政府 同意业者得展业完工期限 业者便拿着合约和政府公韩 再扩大解释 向消费者要求更改完工日期 为此内政部跟行政院 消保处都做出解释 建造展期为行政的管理措施 并不影响预售乌买卖契约 取得实用执照期限的 民事契约效力 卖方不得尽以建造展期 要求买方无条件配合 顺延契约约定之取得 实用执照期限 若建案延期完工三个月 只有买方可以解约 建商是无权解约的 如果建商解约 即将违反消保法17条 因消保法56条之一 可以连续处罚 那消保管表示 近年因为有不少的 消费者申诉条件 建商遇到纠纷的态度 就是慢慢好 不然消费者也可以选择解约 建商都愿意去赔违约金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 几年前买的预售案 比现金的房价 至少都有2到5成的价差 就算依照定型化契约规定 赔偿违约金 也只是小赔 但却可以重新移高价再出售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建商想方设法的规避巧门 半拐半骗 消费者修改合约或解除合约 完全没道理 也完全站不住脚 违约成本都是经过计算 往往移交价款不高 违约金也不高的情况下 建商很敢走这一步 就让法院去判赔 为此一位南部的地产业者就坦言 之前房价卖太低 在这几年的物料双涨之下 真的很有可能会赔 不过重卖赚更多的行为 非常的可耻 如果你敢预售 你就要敢认输 天下哪有稳赚不赔的生意 那专家也谈 建商看房价大涨 一购客赚的比自己多 但自己却要承担原物料涨 辛苦盖房又没有赚头 心里越想越不舒服 但即便如此 还是应该要依照契约精神履行承诺 景气好时展现信用 景气不好时才能平安的度过 那建议民众遇到不合理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的掉入退户的陷阱 一定要回到内政部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做版本检视 为了避免建商赶工或应成本考量 交屋时也要多留意建材机 施工品质上是否出现瑕疵 如果有问题 可以依消费者保护法 向县市政府消保管或消保团体咨询 或申诉调解 那个高雄那个案例我有看到 反正就是他想要每瓶去加价3万元才交屋 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原物料大涨 他们有通知一购客 每瓶要加价3万元 如果不同意加价 就进入司法程序 等法院判赔 那这个建商早就准备好一笔钱了 他这样子赔下来每户可能估计 最多不会判赔超过50万 但是如果拿回来重卖的话 对 一瓶可以多10万 对啊 这是很不行 那你是你想想想看吧 那原物料上涨你要涨3万 那原物料如果下跌 你会跟所有人拿合约回来 我们一瓶帮你降3万吗 不会啊 不会嘛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有人会觉得 就听起来就觉得 你这个蛮过分的 没错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那他拿回来有没有 还可以加价10万块卖 有没有人要买还是有人要买吗 对 这消费者不团结啊也没办法 这消费者本来就不会团结啊 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买到比较便宜的 有谁会愿意说 我们大家买的都一样便宜 比较少吗 我还是希望 我比他买多便宜一点点 我就高兴一点 我的成本就取得更低吗 没错 那建商这样做 会被人家唾弃 对啊 他会唾弃啊 没有错啊 你说以后大家就不会买他的 难讲啊 他如果再选择一个好地段 他又买到好的地了 然后他推的案子 结果以后是受欢迎的产品好了 不管评数啦等等规划都蛮棒的 那广告再做一做 形象包装再做一做 是不是还是有下一批要买 那或者说更年轻的要买 换个城市 然后再去重新来 也许就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也许他比如说神经盖房子有倒过 但是他换个城市 他又成功起来了 这种案例很多啦 也就是说前段时间 这个过度的炒作 你当时就是这些好短期的一些投资客 有没有点责任有啦 那你跟着去追高的这些自助客 有没有责任有啦 因为你现在就是大家的工业 把房价创造出有这么大的空间了 那你就让建商他敢去玩了 假设如果说他今天 他把你的违约拿回来 他不一定卖得掉 他可能会卡住 会丢了 对 譬如说你像2016年那个时候 哪有建商敢跟你这样子 就跟你协商嘛 就只怕你不交屋 对啊 就希望你好好交屋啊 什么东西 不然我们建设公司来帮忙啊 什么之类的 每个都热诚诚恳的跟什么一样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把这个房价 已经炒到这个价格了 他其实赔你 他还多赚 对不对 他履约他少赚 还被你在那边骂龟龟毛毛 还要在那边跟你解释说 我的物料涨或干嘛之类的 哦好累哦 不然我赔你啊 因为我赔你钱以后我赚更多 嗯 你把市场变成是这样子 就是赔了钱以后赚更多 哎那个利益只要够大 所以他要乖乖的履约 不要说每个人神圣 譬如说人家收买你很难收买你嘛 因为我刚好前几天 有看到馆长讲一个 我就很好笑 他说你们要我帮忙骂人 哦 啊你给我那五百万 啊一千万 我会觉得 啊你这个会不会给太少 你不要说我人格高尚 你给我一亿我骂哦 听起来我觉得是有道理啊 这个就很诚实嘛 人都是一样啦 不管道德在高尚 我觉得他一定还是有一个价格在 对 只是说有的人是真的是用钱的价格 那有的人呢 可能是用别的价格 其他的价值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譬如说你这样子的话是为人民好 也许你可能就觉得 哦对啊 我觉得为人民好那我做了 可是事实上其实也不是 你只是被喜剧的 谁知道不知道 嗯 那不管了 那我意思是说 现在这样状况 其实当然第一个了没有错 你最好的解决方式 你就去找消防官 请他去帮你了解一下 也帮你解释一下 消费者保护法的这个 你的权益在哪里 嗯 那除此之外 真的我们所有的买房的 所有人啊 不管你是投资客或资助客 大家的贡业把这个所有的权利优势已经全部交给建商了 嗯 那你要看建商怎么做就看他 他也很认真啊 他也很负责 你怎么能说他不负责 他很认真呢 他负责的去违约赔偿了 嗯 对不对 合约签人嘛 反正上面规定他就是要得赔偿嘛 如果他做不到他得赔偿嘛 那他违约赔偿了 赔完了以后他自己可以赚更多 他也没有不负责啊 他只是也是照合约上面 就合约精神嘛 那上面签订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不能接受你要叽叽歪歪 不然就这样子吧 那就解约我赔你 嗯 我赔你没有错了吧 是不是 我有在履约啊 就是我的履约的一部分 当我违约解约之后 我必须得赔偿 嗯 对不对 那我是还是有做到 等于是这个你能说他怎么样呢 就只是看各家建商 他的风格是怎么样了吗 你也很难多说什么 你也没有说有什么 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去 因为这个已经是大家把优势给他了啦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会造成自己输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啦 对哦 还是记得有相关的疑问 你觉得有点问题的 感觉自己有一种 好像被欺负的感觉 就联络消保官吧 消保官再搭配新闻媒体 或多或少 还是会有一点点震慑力啦 嗯 或多或少啦 哦 那就大家善用这条管道啦 没错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哦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法航老吉 Bye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